我尽量很希望今天能够把它搞定 看这个它的气孔就非常的 小心 要听我也白错 然后就拍我白错 他在跟我打招 他在跟你说嗨耶 这个紫玉的面包 这就是里面一点点这种香芋的感觉 味道还行 没什么特别大的香芋的味道 那个充气的那种嘛 哇 迪伦把外面我们这里的这个灯 就是之前插地上 终于插上去了 居然起来 之前我们挂灯的时候 他就说我才不要弄呢 太麻烦 他累了 结果你看我们邻居对面 然后这边我现在看 这个镜头看不到 然后这边都弄了 所以这条街是我们这附近最漂亮的 真的吗 真的 大家记得们去年 就是我们这边头上有一家 他们去年赢的是我们这个片区的 的奖 就是最厉害的奖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已经够了 挺多东西了 不用再搞了 等春节再搞 昨天都没有跟大家vlog 因为一天都在剪视频 然后今天也要剪视频 我本来计划星期二想发一个vlog的 结果因为我昨天才开始剪 所以根本不可能 我尽量很希望今天能够把它搞定 星期三发 然后这周就可以再发一个视频 所以今天可能又是工作的一天 没有太多的内容了 先吃早饭吧 今天早上是 Bagel Cream Cheese 要加点水果 吃泰式必点的泰式 泰式 tea 对啊 很好喝的 我们来的还蛮早的 这个店里还没认我太多 你刚才喝了一口 我家没吃 早喝 尝尝 它的这个 蛮粗的 刀穿是这样的 哦 Sticky Rice 天哪 所以要配这个Sticky Rice吃 好吃哦 看见这个酸甜酱 嗯 嗯 嗯 好吃 那我直接 哇塞 有点像伞子 对就是伞子 我们来一个就是看单单灯的地方 天呐 哇 哇 我们小区太棒了吧 真的 天呐 这小区绝了 哈哈 这小区大家不太卷了 真的太卷了 所以如果我要在这买房的话 还需要 是不是要签个合同 对 必须要搞 哇 这光线好好啊 还有康兰 哇 大家的房子都好漂亮啊 弄的 你看他这个太脱颖 真的啊 这是Misotow啊 啊 明天室的Misotow 你这个光打到你好像鬼了 在哪儿 在哪儿 yeah 我看这个是Luby的电影 太厉害了 哇 他在倒计时 你看啊 一分一秒的 那上面真的在倒计时 哎 他们大家联合起来 哇 太厉害了 他好冷哦 看起来就很冷 哈哈 什么tree在哪里 就是 你看他这个画链 哦 就是在栏目上面放礼物 你看 然后他真的有棵树 他在跟我打招 他在跟你说嗨 嗨 哇 好厉害啊 又有电影可以看了 哇 好厉害 哦 我知道里面里面有个投影机 对 这晚上来还蛮酷的 我看到很多人就开个车过来晃一圈 非常漂亮 对 很还不错 他们真的是厉害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房子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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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我真的用不回礼 啊 不用当生的 当天就有明确的感觉 哈哈哈哈 赶快笑 赶快笑啊 对 不要生气啊 准备了吗 好厉害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会比较好 好 嗯 你准备了 昨天 昨天 我刚才准备了 我刚才没有时间 备了 哦 其实是5x7 5x7 多少 只有一张照片 我在snapfish上面订的照片 上船打印的那种 然后就让Walmart可以去 而且超级快 今天吃上了好久的油条蘸豆浆 这个核桃包好像是之前Roella推荐过的 然后买来试一试 哇 里面有流心是不是 很好吃 是吗 好吃好吃 OK 烫不烫 哇 好干净的油条 它长得五条 小时候那口味 就是那种成熟的油的味 太年轻了 你好像穿了一件我的T恤 泡着 你会很感动的 真的吗 天哪 真好吃 回到小时候 那锅油可以留的 有的 开始今天的工作啦 今天迪伦也在讲 不过他要学习 所以他在上面学习 然后我在这儿剪视频 我吃鸡包裹咯 好的好的等你回来 你跟我说 OK 现在是晚上六点半 然后我准备来做一个蛋糕 这两天一直很想要做一个蛋糕 想说还是抽晚上有空的时间来做一下吧 好 哦 五百六十克 好 好 大家 我觉得我已经失败了 就是我刚才打那个蛋白 我觉得打的都还可以 就是我打的蛮干的 但是进来我感觉它全部都化了 对因为没有白醋 没加白醋家里没有白醋 怎么会没有白醋嘛 还是做了吧 我把它烤出来看看它是什么样子呗 为什么这个打蛋这么难 这一步每次都不成功 翻拌太难了 什么东西想要做好都不容易 我就全在冒泡泡 好像就是它消泡的表现 我觉得可能白醋会让它 就是固定它的结构 就是会让它的那个打成形了之后 结构比较稳固 我要我人家小高姐讲得非常的清楚 只是 这个脑子汇了手还没汇 我播了两分钟它上面就像糊了一样 焦了 但是还好吧 快看这个翻车的蛋糕 为什么这么的 好软好小是不是 好 拖下来了 哇这下面的太漂亮了吧 像蛋 像生蛋 小心翼翼 我这完全就是他说的那个擦身蛋糕 完全分成下面 这样下面是这样 也很好吃 这么失败还是好吃 很好吃 优秀啊 但下面是蒸蛋的感觉 我刚给自己打了一杯蔬菜汁 这是上个vlog里面 我不是去那个店买的吗 我觉得很好喝 家里面的材料 然后打了一杯 一模一样我觉得 里面有香蕉 苹果 我都只放了一半 然后另外一半呢 我就把它切好 放在一个袋子里冻起来 这样呢 就是下次如果我再想要做的话 就直接拿出来 可以直接用 还有那个羽衣甘蓝和菠菜叶 但是那种小的 就是沙拉里面的那种菠菜 不是亚洲菠菜那种的 羽衣甘蓝我也用的是baby kale 然后里面的奶呢 放的是那个燕麦奶 它本来里面好像还要放一点 柠檬的 但是我就是没有想放 然后这个喝起来 就比我在外面买的那个 还要再甜一点 那个可能稍微就是带点酸味 其实带点酸味 应该蛮好喝的 哇 太棒了 我昨天不是蛋糕做失败了吗 所以今天早上 我起来第一件事情 就先去买了白醋 然后我重新做了一个 但是现在烤好了 我刚才我拿出来呢 我这样斜着放 但是我跟我朋友在聊天 然后有点太久了 它稍微有一点点塌掉了 但是我感觉就是从它整个的质地来看 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这个看起来就好像对多了 而且我调整了一下面粉的用量 因为我发现跟视频里面 就是小高姐做的那个 加蛋黄的那个叶比较稠一点 所以我差不多就加了十几二十克的面粉 然后当时就感觉比较对了 然后后面白醋真的打鸡蛋不能少 哇塞 这个蛋糕就成功多了 这个就看起来很棒了吧 跟昨天的比一下 昨天的这个都是它的二分之一倍高 然后下面都是沉淀 这个真的太棒了 看这个它的气孔就非常的均匀 好弹 超级绵软 然后淡淡的芝士味 这个才成功了 开心终于做成功了 是不是有区别 好好吃 绵皮了 真的 而且那个芝士味更香了 因为它很均匀的分布在里面 为什么一个白醋可以这么大 我觉得就是那个白醋 稳定了蛋白的结构 他才下班 然后我让他来尝一下我这个新做的青芝士蛋糕 然后这个地方很好笑 是因为它最后不是要两部brayo嘛 其实就是烤箱上面有个火 然后我们家的brayo呢 正好在中间那个位子 蛋糕放的稍微侧面了一点 所以就右边火喷到的地方要多一些 然后左边就没喷到 应该把它移到正中的 我觉得我这个侧切面还是比较漂亮的吧 跟这个比一比 哇小高姐真厉害 然后就早起来我就想去买白醋 然后想去买白醋 然后买了之后我还跑去那个 想去买就是他用的那种七寸的蛋糕 我在小柱模具有问题 然后结果我没找到 所以我就回来还是用了这个模具 同样模具做的 好棒啊 哎呀好棒啊 我觉得 以后不用出去买这个蛋糕了 对 找个人找出来 对 怎么做 鲁飞昌炒 他说的是炒这个骨皮鲤 然后还有一个烧鸭 然后再炒一个青菜 就够了吧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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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下周末了 去哪儿 去哪儿 我要剪视频 因为说我在晚上又没睡着 然后又在想 我的一个视频前面好像说说说说 ok现在晚饭时间 今天周五嘛 然后每周五呢 我都基本上有在买一个团购 然后这周呢 他有这个可能看不见里面是卤肥肠 然后我就准备把这个肥肠切一切 然后炒这个青椒 然后呢 今天还买了一份港式的烧鸭吧 应该 之前好像应该也买过的很好吃 然后我再炒一个青菜 今天晚上就这样 居然有肥肠吃 我来帮你 剪完了 来的真是时候 真是 孩子抢出来的好 我跟你说这肥肠好香哦 闻到吗 香香香 肥肠是迪伦的罪 咦 还扫一双块 筷子哦 尝个肥肠 嗯 好好吃 嗯 哇 它是那个辣椒的 呛的辣 嗯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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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